大家好 現在是2021年3月30日 星期二 萬寧道走路 這個是重災區的重災區 這個是上水新康街這裡 收到風 見到的了 業主就承認 又說沒有賣 總之業主聽到經驗說 就說是賣了6,000萬 在地鋪 連入積角 門面很闊 說的是萬寧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說的是新康街和新榮街的大單邊這個位置 門闊都說了差不多52尺左右 再加上入積角 你看到塗漬所有東西 轉換給你看看附近環境 基本上上水的新康街這裡 你知道 之前的水貨是一車車人 現在就全部沒有了水貨客 那條街你看看的時候沒有了九成的人 這個就是海溪廣場這裡 這個是新榮街 這邊就是新康街 那邊比較靜 這邊比較旺 去龍心路那邊 最旺 那邊就是上水港鐵站 這個店鋪 讀一些基本資料給你聽 買了6,000萬 開價就8,000萬左右 原本有個20萬的租值在那裡 就萬寧 租值去到201年的10月31日 但萬寧在這裡貼著就是走路了 不玩了 還可以續租3年的 但總之他就不玩了 就是上水新康街47路A地鋪 建築租1,000隻 你當是角樓 另外1,000隻大概 吹水這樣吹 看看整棟大廈 這裡的時候租金是20萬 就是2018年10月份的時候起租 但2018年10月份的時候 世界美好很多 上水這裡 後來就社運 肺炎 之後就玩完了 萬寧都走路 帶來看看的時候 這個鹽管業主就1977年 就36萬3,000元買進來的 租20萬 回報4厘之前 但現在沒有了 現在玩完了 次波44年就升了164 嘩 好厲害 新康街這裡的時候 帶你一邊走一邊去講 前面的時候 基本上社運前和社運後 是兩個世界 記住 還有肺炎前 肺炎後的就是兩個世界 基本上社運肺炎後 整條新康街上水這裡是沒有成交 除非有一宗 但之前的時候也有很多成交 除非有一宗 最近成交了就是龍峰藥房 鄭紹海沽了6,000元的舖 帶你去那間舖看看 就是剛才的新康街走到這個湖興街 現在你看到很多間舖都拉了閘 現在人流這裡好笑的 以前的時候 我想這裡多幾倍人 現在就沒有了一大堆 九成那些消費力 九成半的消費力都沒有了 為什麼全部都拉了閘 但是之前有很多單的成交 你們來看看 這個優品360 76號鋪的時候 曾經成交過 13年很久之前 曾經成交過6,400萬 但是13年很久之前 再走過來 這個ColorMax的位置 84號鋪 曾經是16年的時候 成交過8,400萬 84號鋪 16年10月份的時候 成交過8,422萬 之後再側邊的86號鋪 就是Granco的位置 Granco的位置就是86號鋪 曾經成交過16年10月份的時候 曾經成交過7,922萬 即是8,400萬 和7,900幾萬 再過去 88號鋪 Vico這個位置的時候 Vico這個位置 曾經成交過1億1,750萬 1億1,750萬 Vico的位置 就是2019年3月份的時候 最近一單成交就是謝兆海 龍峰藝房置用舖 就自己沽了去 沽了去 再出來 再出來這裡就講的是龍心路 這個是上水 那邊的時候就分到廣場 過去那邊就講的是港鐵站的方向 向這邊看的時候就是這個新康街 曾經是最貴最貴最貴的段 水埠很厲害 現在就反而變了什麼呢 看下這裡就變了菜蕩 賣鹹蛋 肉湯 鮮肉 零食物魚 零食物魚的時候生意都差 但其實不是貨留在家裡 所以生意都會好 所以後來就重再飛 好 回到這間店 反正你也知道 我們裡面有一間新康街的店 賣一六八零晚 賣價再賣價 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趁現在真的趁我生命 可以買我們這間茶餐廳 帶牌去安慰芝 晚上生意的店 好 過來看看 好 過來看看 賣二千多萬 現在是一六八零晚 找到我們了 還可以先買公司 想想想想 回到家裡的小朋友 跟同事商量完 就改價錢 不是一六八零晚 一七八零晚 一六八零晚太便宜了 賣不回來 因為這個晚上的位置很旺 有機會看看 一七八零晚 今天我們買了三十幾間店 這間店將會是一間會走 趁我們要命 再回去看看這間一萬零 先看看 好 走走走走走 又回到新榮街這裏 我感覺真的便宜 雖然一破 雖然便宜 連入職角 我感覺有七分位 為什麼呢 始終你有持貨能力 有些油會回來 水貨客會回來 這個位置這麼大面積的時候 當每個十呎面 賣千多二千萬很容易 如果視乎為皇 還有入職角送給你 所以我覺得 雖然是刺了舖 回報現在沒有了 但我覺得要租回去十幾二十萬 我覺得不難 我覺得不難 市房好的時候 而且很罕有 就是新康街上水這裏 這麼大門面 前面又可以執貨的東西 是很罕有的舖 即是有錢沒有還是花 放六千萬那裏 我覺得便宜 我感覺有七分 不敢給十分 因為市房不知道怎樣 但我肯定覺得這間店便宜 一看我覺得便宜 便宜 恭喜買家 這個便宜 有持貨能力吧 這個便宜 這個便宜 因為我覺得便宜 創開一間那裏便宜 想想想 要給他一分 始終獨有 大門面 遊客水化始終會回來的 給他百分 對 有可令人 操船 作為十分 好 滅 感谢观看